大家好 我是阿周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是我住在台南 常常看到有人在這個地方測速 位置點就是在健康路山段 一直走健康路山段 經過漁光大橋之後就會抵達 好的 從橋上面下來之後呢 正前方 這個是大海邊的漁光島 可以正前方這邊走進去 就可以到達漁光島的 那我們現在右轉 方向的右轉之後走過來 這邊呢 有一個沁和堂 山君森的沁和堂 在右手邊這邊 右手邊這邊就看到一個沁和堂 正前方那邊開過來 那開過來之後呢 就從這個缺口 從這個缺口進來 山昆森的沁和堂 有沒有 正前方的沁和堂 這邊呢 旁邊這個地方啊 就適合車速 滿多人會到這邊車速的 這個區塊 這個地屬於林務局的地方 那這邊就要注意 看那個樹枝會不會掉下來 打到車子 在這邊最大的缺點就是 車停在這個地方 它那個木麻黃 會一直的掉它的落葉 走的時候要稍微清一下 以前 正前方這一帶 還是一些雜草 現在整理起來 這個地方就滿適合 為什麼說這邊適合 車速呢 你有看到正前方那個地方 有 左邊那個戴帽子 然後說Miles那個位置 那邊可以淋浴 那 右邊這邊是 男的廁所和女的廁所 取水都很方便 在 鏡頭的正前方看過去 那地方呢 會有垃圾桶 所以說你產生的垃圾呢 就可以丟到那個垃圾桶那邊 其實在這邊車速啊 基本上 這個地是屬於林務局的 目前是沒有看到有收費的一個情形 只是希望大家如果來這邊車速的話 記得要把垃圾帶走 要不然就是丟到那個垃圾 同時這個因為是林地 海邊的林地這一帶 這是林地齁 那就是不可以有明火 就是生活煮東西 不過看到這邊有些參加 在假日啊 生意特別好 這些攤家 或故地是在這裡的 好啦 這邊就大概跟各位介紹一下 在漁光島這邊 適合車速的一個地點 至於這個地點 是不是合法的車速地點呢 因為不收費 我也都沒有去查證 它到底是不是合法的一個車速地點 請大家自己上網去搜尋吧 我們先把三個角色 都在這裡 那些角色 谢谢大家